嗨,大家好,我是小胤 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7款超好用的免费在线工具 这些网站不尽功能一天,而且完全免费 无论你是做设计、办公还是日常使用,都非常实用 TTS Maker是一款非常好用的文字转语音工具 尤其适合做视频配音的小伙伴 只需要输入文字,选择语音风格 注入验证码 就能生成清晰自然的语音文件 清华大学与腾讯联合推出了全开源多模态架构Oryx 点击下载 即可把这段语音下载到本地 这个网站拥有20多种声音 点击可以直接试听 TTS Maker是一款免费的文本转语音工具 TTS Maker是一款免费的文本转语音工具 还能选择各种情绪 我们试听一段快乐的情绪 TTS Maker是一款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语音生成器 这是一个快乐情绪的例子表达喜悦或满足的语气 这个是生气的 TTS Maker是一款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语音生成器 这是愤怒情绪的一个例子 如果你想为视频制作多余种配音 这里提供了50多种语言 我们把这段文字再用日语生成一下看看效果 选择日语 还是用这个默默的声音 入入验证码 开始转换 转换成功 这就变成日语难读啦 难读时 默认会在标点符号处进行停队 如果想要手动插入停队 选择要停队的位置 点击右上角插入停队 选择要停队的时长 语音难读到这里时 就会进行停队 高级设置还可以设置语音文件输出的格式 语速等等 这里输出的语音文件 都是可以百分百支持三用的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替代方 绝对是白嫖必备神器 它可以帮你找到各种付费软件的免费版 不管是Windows还是MacBook 甚至是手机应用都有 在这里输入你想要替代的软件名称 它就会列出很多和这个软件功能一样的免费软件 新表示这个软件的受欢迎程度 人数越多说明这个软件越靠谱 这里会告诉你这个软件是付费的 还是免费开源的 免费增值 说明这个软件的基础功能可以免费使用 高级功能则需要付费 这里显示的是这个软件可以在哪些平台使用 像这款Office套件 几乎支持全平台使用 点击软件 你可以看到这款软件更详细的信息 以及用户对这款软件的评价和看法 Coolers是一款免费且简单的色彩搭配工具 就算你不懂配色 也能生成非常专业的色彩组合 系统默认提供了上千套流行的配色方案 点击即可复制这个颜色的色彩值 点击开始生成色彩 创建一个新的调色盘 如果是免费使用 这里会显示广告贪宽 按空格键能自动生成一组完美的调色板 如果你有心仪的色彩搭配图片 点击相机 站传图片 系统会把这个图片中出现的颜色吸取过来 默认吸取五种颜色 根据你需要的颜色数量 可以增加或减少吸取的颜色种类 点击下一步 在生成器中打开 就能在调色盘中进行微调 如果你确定要用这个颜色 把它锁定 点击设置 可以手动调整单个颜色 锁定 没锁定的颜色你不知道怎么搭配 可以按空格键 让系统推荐和这两种颜色搭配的辅助色 完成配色后 点击分享 可以把这套配色方案保存成文件导出到本地 也可以以链接形式分享给好友 Adobe Express是一款非常有名的在线设计工具 它能帮你一键移除图片背景 操作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上传图片 几秒钟后背景就被完美驱除 点击下载 你就能轻松获得一张高质量的无背景图片 点击上传图片 可以给图片换一个新的背景 这个工具非常适合设计师 运营 或者制作真建造 电商产品图都能轻松搞定 我在制作视频负面时也经常用到它 真的非常方便 如果你经常访问的某个网站突然不可用了 你想快速确定它是崩溃了 导致所有人都无法访问 还是只有你无法访问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下输入你要访问的网站地址 比如GitHub 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网站可以正常访问 以及上次当机的时间和持续时长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无法访问的网址再试试 诶 它会告诉我 不只是我 实际上所有人都无法访问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非常使用的AI工具集合网站 智能分解 可以把一件事拆分成多个小任务 比如养一只猫 点击分解 就会列出养猫需要完成的事项 还可以点击把每个小任务继续拆分 语言转换 可以把你想要说的话转换成各种语气 比如更专业的说法 更热情 更讽刺等等 法官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一些问题 并且给出决策建议 教授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它会帮我们把一个复杂的概念或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 还会举例说明 比如我输入明星和演员 它会先给我解释 什么是明星 什么是演员 然后再举例 方便我们更好的理解 估算器 可以帮助我们预估某项任务所需的时长 比如 学会弹钢琴 这个任务比较复杂 我们来个简单的 学会吹笛子 需要一到三个月 水里汇总 会根据一段文字 体炼出多个需要完成的任务 厨师功能 则会根据我拥有的食材 生成合适的菜谱 比如 我有西红柿 鸡蛋 大米 它会告诉我 这些食材可以做成什么食物 以及制作的详细步骤 如果你想要试用某个软件 但是不想用自己常用的邮箱来注册 保持收到铺天盖地的广告 可以使用临时邮箱来完成 只要打开这个网址 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可用的邮箱 我们注册一个网址试试 输入名称 复制邮箱 下面会展示收到的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下一步 输入密码 人机验证 下一步 OK 注册成功啦 10分钟后 这个邮箱就会失效 如果10分钟不够用 可以在10分钟用完之前 点击重新计时 邮箱会继续保留10分钟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小印 咱们下期见